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会所发起的罢工投票 结果在昨天深夜出炉 2638名华航会员当中 有2535个人同意罢工 而这个人数超过了法定五成 以及公会自定的七成门槛 公会扬言 最快暑假就会展开罢工 而针对这个结果 劳资双方今天早上都召开记者会发表声明 国航空服员工会发起围席两周的罢工投票到21号晚上6点截止了 随后立刻开票 根据投票结果 2638名工会会员中 有2548名会员来领票 投票率高达96% 其中2535票同意罢工 只有9票不同意 3张无效票 1张以领为投的票 同意罢工的比率高达99.5% 超过了法定的五成 以及公会自定的七成门槛 所以公会宣告取得合法罢工权 而且是国内空服员首度取得罢工权 华航对此结果表示尊重但遗憾 面对外界质疑 空服员如果罢工 不但影响近两万名旅客权益 还会影响到总统蔡英文出访 但公会强调 罢工是要让华航好好解决劳资争议 并不会影响总统出访 这一次罢工起因是因为华航实施空服员6月起 要到桃园报道新智 引爆华航与员工多年劳资争议 现在公会取得罢工权 最快暑假就会展开罢工 至于罢工日期 罢工多久 还有待公会讨论 他们强调一定会提前让旅客知道 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各大报的头条焦点 中国时报跟联合报的头条一样也都是 华航空服员首度取得罢工权 而自由时报则是报道 前国策顾问好名义 写信给行政院长林全 建议请台电公开电力数据 透过公民参与监督机制调查 了解台电供电的状况 而昨天是夏至 全台都是高温闷热 用电量大增 尖锋用电量创下了今年用电第二高的记录 持续来到夏至天气真的好热 台北市最高温37.1度 今天尖锋用电量在下午2点16分 达3439.9万千瓦 用电量比昨天多了15万千瓦 创今年次高记录 而被转容量率为4.85% 呈现供电紧接状态 原先台电预估 今天的被转容量率只有4.37% 最后显示为4.85% 虽然比昨天高 但依旧亮起供电紧接的橘灯 因为用电量一直比今年5月底最高记录 而且现在天气还不是最热 就怕七八月酷暑一到 用电量势必爆表 为了缓解用电量 经济部能源局制定节电行政 要求大专院校少用电 但外界质疑 根本就是柿子挑软的吃 对真正的用电大户 工业用电却要求不多 经济部能源局澄清 从今年1月起以全面查核 包括台积电中钢等 5015家的用电大户 实施强制节电1%的成效 一旦业者摆烂或不够积极 中央将根据能源管理法 连续开罚2万到10万元 罚到改善为止 记者黄利文 张国良 台北报道 引起争议的劳工 七天国定假日 劳动部确定恢复 不过影响最大的 将是国会式的交易日期 应该如何避免被修饰 劳动部最近将邀及金管会协商 不过到时候谁来上班 劳动部说 轮班可能是最可行的方式 劳动部恢复七天国定假日 让劳工可以如愿放假 劳动部表示 只要适用劳基法的人 就能够享有七天的国定假日 但是也意外地 让股会式下半年 必须多休五天 如此一来 将有可能会影响 股会式等资本市场 还有金融业等相关从业人员 初步估计超过二十万人 如何避免修饰 劳动部提议用轮休的方式 另外针对劳工法定公时 每周四十小时看似周休二日 但是考量到还是有不少劳工 无法落实周休二日 因此劳动部也打算修法 改为每七天有两天休假 一天立假 一天休假 以劳工的立假的定义来说的话 它是不能出勤的 所以说呢 可是呢 一例一休的话 它可能会有一些调整的空间 然后透过工作日的方式 来进行工作上的一个标派 所以一例一休的部分 是比较符合现实状况 郭国文指出 周休二日草案将会尽速送行政院 劳基法核实会三读通过 以及实施 目前无法预测 但是能确定的是 接下来在避免股会式修饰的前提之下 劳工们有五天的国定假日可以修 记者郭财燕 陈昌伟台北报道 新政府上任 已经满一个月 台湾智库发布最新民调显示 总统蔡英文 跟行政院长林全的满意度 都跌破了五成 而立委要求 对阁员要祭出 三证条款 也就是只要失言 或者是犯错三次 就要被撤还 新政府上台已经满一个月 台湾智库二十一号发布最新民调 总统蔡英文满意度 和六月初相比 为降到百分之四十九点三 不满意度却提高到百分之二十二点六 行政院长林全的满意度 降到百分之四十二点七 不满意度大幅增加到百分之三三点七 林全二十一号到立院备巡 立委忧心他会变成短命内阁 林全强调只要在岗位上 就会努力把事情做好 因为外界已经开始传说 但新院长有可能会变成唐飞第二 立委要求对阁员寄出三证条款 只要失言或犯错三次就撤换 还直接点名国防部长冯世宽等人 就是害新政府民调下滑的罪人 此外劳工七天国定假日将恢复 引发争议 企业界更是反弹呛瞎 对此行政院长林全表示 会请劳动部尽快提案修法 让寿星阶级休假一致 面对外界各种批评 林全强调 各界的期待 他完全能够感受到 做不好的地方会认真检讨 公共事务也许无法让每个人满意 可是会尽量减少不必要的争议 做不好的地方都会检讨改进 记者综合报道 新政府就职满一个月 不过海基会董事长的人选 到现在还玄缺 昨天 王金平首度证实 总统蔡英文 曾经派人 征询过他的意见 不过国民党表示 王金平一旦接任 就必须辞掉不分区立委的职务 主则两岸实际交流的海基会 董事长至今难产 前立法院长的国民党立委王金平 清明党主席宋楚瑜 和前民进党主席徐信良都被点名 而王金平试至证实曾经被征询过 国民党也表态王金平一旦接任海基会 应该拔除不分区职务 不过王金平对此很低调不愿多谈 日益总统蔡英文曾经两度和宋楚瑜会面 但亲民党强调 两人没有触及人事 而且两岸应该政策优先 分选其次 许信良在六月初辞去 梅丽岛电子暴动市场职务 外界也高度关注是否另有出路 学者者分析 海基会人事案 蔡英文需要找到能代为全市九位共事 又能为北京接受的人选 在中国大陆目前对台 紧缩政策的氛围下 确实得花一番心力 小英他不愿意讲的 这些东西呢 再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做一个表达 那这样子是不是 这个海基海蟹两会呢 就可以把这个解 把它解开了 如果说这个事情这样子一直拖下去的话 我觉得可能对台湾这边 大概伤害会比较大 学者认为 北京平咬九个共事 和蔡英文只提九个会谈 政治上仍有落差 若蔡英文想用人事案向北京表态 齐取两岸两会重启交流 还机会人选将千亿法动全身 记者中文报道 想要知道全国各大传染疾病的分布地点 现在可以透过网站来查询 机关署将传染疾病的资料数位化 而中研院的研发团队更将这些资讯做成一套传染病地图 民众只要透过手机或者是电脑 就能够线上查询到最新的疫情 去年南部爆发登革热疫情 全台陷入恐慌 民众只能透过卫福部 地方政府的卫生单位或媒体 掌握疫情最新情况 但现在要了解类似的传染病疫情 有更方便的系统 简单的台湾地图上头有传染疾病的选单 只要选定时间 不论是近期还是过去几年资料 都能随时掌握 而且透过地图还能清楚掌握 哪个区域传染疾病发生率最高 像是去年南部爆发的登革热疫情 透过这套系统 30秒就能找到疫情最严重区域 甚至还有时间年龄等分布趋势图 从CDC开始有的电子化的资料 我们通过现在 我们都已经载入到我们的系统里面 去提供给民众去做查询 这10年来的资料 其实民众可能会比较需要 是最近的一些相关的资料 可是研究者他可以利用 我们所提供的资料 而且我们有提供下载 有199个资料 及有67个传染病的统计资料 开发一些更友善的界面 让这些资料有更广泛的应用 传染病地图 最方便的地方 就是民众可以掌握居住的区域 范围最小至乡镇资料 但如果是艾滋病 因涉及隐私 最大的范围只公布到县市 机关署表示 提供这些开放资料 还会连接卫教资讯 让民众知道区域范围 还会教你如何防治 远离疾病 记者黄厘委张国梁 台北报道 台北市明年将要举办市大运 不过至今仍有场馆还没有发包 甚至执行长是换了又换 而当初 申办市大运成功的前台北市长郝龙斌 他表示 只要柯文哲找他帮忙 他会愿意協助 距离市大运还有四百多天 日前市府民调显示 台北市民有七成对市大运没兴趣 市议员也多次质疑行销 和宣传不利 不过市长柯文哲借近日本参访经验 要帮市议员议名片 重点是上面附有市大运 和吉祥物熊站的logo 希望市议员可以帮忙宣传 我们对一切尊照 就是议员的意愿 那甚至是有议员主动提出说 不然我们给他就是有AI党 让他们自己来印制 若六十二位市议员都要印 没人三合 总经费不超过两万 有市议员情意相挺 但也有人不看好 这印制这样名片的话 让议员一起共同参与 其实也没什么不好 是要讨好议员 第二是赌议员的批评之声 可能他的那个名片 不如我们自己印的名片 效果来得大 所以我很怀疑有议员会发 觉得市大运场馆和工程 赶工和忙着发包之际 市府体育局长下台 再报人事危机 市大运执行长换了又换 让当初申请市大运成功的 前台北市长郝龙斌看不下去 表态愿意伸出援手 北市府也回应会下郝龙斌来请议 关键在找到专才 关键在整合 如果柯市长需要我来协助他做这些事情 我觉得市大运是全国人民的事情 跟市大运有关的事情 如果需要我协助 我非常乐意来协助 好前市长的部分 未来在市长的时间跟场合 也都会跟他做情谊 北市府强调 非速市大运总会 仍然肯定北市府目前的准备工作 这几年的筹备也很成熟 主体计划下有2068个小方案 也都在按部就班进行 高层异动影响不大 而体育局长的人选 7月也将出炉 记者是陈柏玉台北报道 为了要纾解地方财政 快要破产的窘境 巴西代理总统宣布 给予里约州政府 半年延后清偿债务的宽限期 而在此同时 里约也加紧奥运准备工作 进行维安演习 另外 里约两处奥运售票中心 也已经率先开张 让民众来购票 距离里约奥运剩下45天 主办单位在里约 率先设立了两处购票中心 欢迎民众到实体店面去选购 结果上门的民众相当踊跃 这位先生来自阿根廷 手上买了一场串门票 都是阿根廷可能夺牌的运动项目 主办单位表示 目前奥运门票通过网购已经迈住7成 还剩下180万张 未来几个星期 还将在圣保罗 巴西利亚等足球开梯的地点 成立超过30个售票站 由于日前 里约州政府发出财政警讯 维安预算紧缩 可能影响到奥运期间的维安与运输工作 巴西代理总统20号 随即召集各州州长会商 宣布将给予延债半年的宽限期 从明年1月起 分歧逐步在一年半内将债务还清即可 这样一来也为协同举办奥运的 李约州政府解了套 约官当局为了疏解外界 对维安不足的疑虑 特地在开幕预定地 马拉加纳体育馆 举办了维安演习 出动大批军警 演练各国元首及拳手抵达时 维安如何做到滴水不漏 同时确保地铁公路等 大众运输系统的秩序与安全 奥运举办期间 约当局将派出6万5千名警力 以及2万军队负责维安 规模是4年前伦敦奥运的两倍 据展组会面报道 笃定可以获得共和党提名 成为总统候选人的 房产大亨川普 宣布开除一路陪他 过关斩将的竞选总干事 而这回忍痛开除战将 显然是放眼11月大选调整策略 九位说出经典名剧的 房地产大亨川普 这是真的开除员工对象 还是一路把他送上 总统候选人宝座的竞选总干事 他的职缺将由川普的儿子接手 李万杜斯基先是被女记者菲尔德控告在3月初的佛州肇事大会上抓伤他的手臂 之后又被共和党之声顾问 兼电视评论员贾格布斯 状告毁谤 川普当时都力挺到底 毕竟是李万杜斯基的非常规手段 帮川普在初选中脱颖而出 从不被看好到笃定获得共和党提名 不过最近新加入的赤囊团操作放式走传统共和党路线 双方火药味十足 还有传言说是川普的女儿跟李万杜斯基不合 逼老爸要二选一 加上最近川普禁止穆斯林入境的言论引发共和党重批 苹果跟大摩等企业因此保留资助共和党 另外川普民调也呈现下降 川普显然是要在7月共和党大会稳住高层的支持 才会撤换总干事 言辞走偏风的川普也为自己引来杀身之祸 美国内华达州地方法院 18号起诉19岁的英国男子桑福德 他企图在川普拉斯维加斯的竞选活动 抢夺警察枪支暗杀川普 但遭到警方及时制止逮捕 桑福德说计划杀川普已经有一年 如果这是失败还要再尝试 记者陈冲梅报道 有多位民众购买本田不同款的国产车 竟然发现不到三年车龄的车子 板经有多处发生了嗅食 就算是送回原厂处理之后 嗅食的状况还是不见改善 目前已经有154件的申诉案 受害车主已经连数 提出集体申诉 不过本田汽车表示 嗅食不会立即影响的行车安全 曾先生指出黄色的斑点就在白色板金上 不止引擎盖里面 车门边也能找得到 更夸张的是这位车子才满一年半的江先生 回原厂处理之后 嗅食一样清楚可见 还有这个旅先生车子也是多处有嗅班 他们回原厂处理后 就是有些车主是不到一个月就 原本的生嗅点又再次发生 然后有些是不到一个礼拜 然后又发生说生嗅 对 车主们希望车场不只是针对发生嗅食的问题处理 而是能够全车进行检查 以保障行车安全 目前除了台北 宜兰还有桃园也都有类似的陈情案件 行政院消保处也已经收到了154件的申诉案件 请车安中心就这个新的市政 再重新启动这个所谓的造卫改正的 有没有涉及到安全上 如果假设虽然没有安全性问题 但是他有所谓的消费者权益的保护的部分 就有台北市政府建议消保法的行政调查 第三个部分我们会介入个案的协商 面对消费者的控诉 本田回应指出 秀石不会对行车安全有立即影响的疑虑 本田强调只要在保固期限内 他们会负责到底 不过车主们还是认为 为了捍卫自己的消费权益 要向台北市政府提出集体申诉 记者郭才彦 陈昌伟台北报道 今天的首语新闻通 我们来学学本田汽车要怎么比呢 用本田汽车的标示来表示 一手比出圆圆的样子 在里面比英文H 圆圆的里面有个H 另外一个比法是 先比开车再加上H 开车的动作表示车子 再比出英文H 这样的比法是不是简单明聊呢 先按手语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来看 有哪些人得到了文化部 人间国宝的受证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国民首语运动 首语健康操 预备 听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左手弯曲放在左边耳朵 听 听 听 右手弯曲放在右边耳朵 听 右手捏小圈 放在右边眼睛 看 国民首语运动 首语健康操 预备 去 听 听 看 听见心情 看见声音 每星期持续收看 就能达到沟通的效果 公式听听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欢迎回到首语新闻的现场 文化部公布年度受证的人间国宝 今年一次有十个人 是历年来最多的一次 而其中最特别的是 有三位传统宁选师 和两位大幕作祭师 美妙的音符就这样在美农乡村响彻云霄 过去客家人的婚丧喜庆 都会有八音一路相伴 不过随着传统记忆日渐适为 接触客家八音的人也越来越少 所幸还有一群人 努力的将这项民俗记忆传承下去 除了美农客家八音团外 文化部刚公布的人间国宝名单 重要传承艺术保存者 还包括传统建筑彩绘的刘家正 知名竹器工艺师李荣烈 以及现年七十多岁 却持续传承竹编教学的张宪平 还有保存泰雅族染织的尤马达禄 而对有马达禄来说 将泰雅族传统的织布技巧 传给下一代 就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任务 对泰雅族来讲 这么长的一个殖民的过程 或者是族群文化退却的一个过程里面 这些东西都没有被保留下来 那所以我们做的工作 就是让这些东西再回复回来 今年特别的事 被指定为人间国宝的技术保存者 还包括一般人印象中的泥水师傅 三位高龄七八十岁的傅光明 廖文蜜以及庄西市 以传统屋顶瓦座技术获得认证 而另外两位汪水谦梁绍英 则以大幕座技术师 耀登人间国宝 文化部一口气认证了 五位文化资产技术保存者 不仅为传统工匠技师重新证明 也凸显出传统技术保存的重要性 这有朱子一郭俊玲台北报道 而今天的天气如何呢 我们来看看各地的气象资料 中文字幕提供 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公式首语新闻 我是王小书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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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从台湾到伦敦 从中国最后到了圣牙利 会一直在寻找人生中的归属感 定律保险经纪人感恩社会福利基金会 邀你一起打造属于自己的拼搏世代 明镜与点栏目